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到周末 那么给大家带来一场尊真娱乐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的话 这几场尊真娱乐要感谢 终究是戏 严大帅 然后还有不阿周柱 天使的邪门鬼戏 提供的素材 另外再加上我们自己淘了一些 挖粉的一些素材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 第一局 那么我们先是上秒主局 那么主攻大嘴 我们这边二号位选一个 选了一个五二个流程 是吧 那么在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战爵 前面已经普及过了 那么这边放在这边 大家可以自己再看一看 那么大嘴主 起来就射射射 是吧 万剑开出去 大家嗨一嗨 那么结果一碰到教主 黄天之机 直接两血崩掉 崩掉完之后 这个决斗 大家纷纷就跳反了 那么我们这边 神牌在手 连弩崩起 直接两杀搞出去 加一码装上 来 战个痛快 这样虽然我们摸了两牌到手 但是之后又刷了一杀 刷了一杀的话 继续直接掳 再掳之后 他们没有逃 直接挂掉 那么忠诚这样 虽然啊 最后有一蛊惑 但是这个蛊惑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质疑的 毫无疑问 那么结果 就我们一个 依靠了一个战绝 另外刷两张牌 直接把主攻 连弩A死 所以第一局的话 应该 五二哥表现还是良好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 第二局的话 这个就是一场挖坟 这一局的话 应该来说比较古老 那么主攻 鼠匠何在 是吧 那么有了鼠聘 就缺番茄匠 那就看这个 剩下的这三个鼠匠 哪一个是他的番茄匠 那么现在的话 二号位这边 貌似啊 是跳了一个反贼啊 跳了一个反贼 我们再看一看 那么 祝容去搞下架 杀神官 但是神官的话 是吧 送死你去 谁敢杀他 此乃驱虎通往之几 那么这里的话 狗狗跳钟 那么貂蝉这个地方的话 继续跳钟咯 然后接着看啊 月鹰跳凡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八号位选了一个 曹人的话 应该来说 目前的局面啊 对我们没有利啊 这场上的武器也不多 那么 严整啊 呃 龟缩的话 肯定是行不通的啊 毕竟也没有装备 那无蟹是白搭 现在的话 这个万线开出来 我们肯定要无蟹狗狗 让你慢啊 让你嘚瑟 是吧 直接 打掉 打掉 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即使啊 狗狗这个地方被拼掉了 但是他后面啊 还可以找人拼点 比如说 找祝容这边四血的去拼点 到时候直接一脉 那又是分分钟给搞定的事情 那么 祝容的话 这里 跳明钟了一脉 那么 神官开一个AOE出来 这个AOE的话 嗯 难讲啊 有可能就想收反贼啊 把这个反贼直接搞走 那神官的话应该是反贼啊 直接收一个人头 但是整体而言 这个难门开出来的话 又送了狗狗的那个 杰命啊 所以 整场这里的话 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不是特别清楚 那么这里继续火攻 又把农民给收掉 这样收掉之后的话 嗯 那么还有一个反贼啊 就看是哪一个 那么神官在这里 杀了一个祝容 那么现在整体感觉啊 就是大家 因为这四个人啊 都是感觉有点偏忠诚啊 反贼不好找的 那么貂蝉这个地方 一调戏的话呢 感觉啊 应该来说 他可能是反贼了 所以这局整体而言啊 从头到尾 打到现在啊 有点混乱 身份啊 有点判不清楚 你貂蝉一开始的话 是调戏了主公 但刚才的话 他又调戏了神官啊 是吧 让主公这边梦叶两个 那么现在的话 只要神官能搞死 那么主公就可以被带走 而且注意一下 这个五魂是锁定级啊 必须要发动 不能不发动 所以这里的话 就看现在 现在的话 神官砍上祝容 把祝容带走 那么现在的话 自己锁上自己 自杀 自杀之后的话 那么他肯定 必判 必判的话 主公 那就直接 拜拜 所以这里的话 利用了一个技能 直接 那个五魂 带走主公啊 两个梦叶 最多了 祝容已经挂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现在的话 两个鼠将啊 那么看一下 第三局 第三局的话 继续是一个秒主 那么这边的话 主公 左大爷 我们是一个四号位的张松 那么张松在这个地方 骑手 连弩啊 那么 一般情况下 那可以啊 我们这个张大帅哥 是该有爆发 就能有爆发的 只要看到你底裤 基本牌 那该怎么玩 就怎么玩 蔡夫人 手跳反贼 那么手反一跳 后面就 陆续续的啊 挨个的 上主公了 那么中会 继续跳中啊 那么中会 我们肯定就不打他的 一个强指 可惜了 可惜了 但是这个地方 也没办法 他装上了加一 如果啊 这个 加一啊 没有在那边的话 我们也不敢打的太狠啊 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啊 才敢去操他 那么狗狗这个地方 继续跳反 那么现在的话 三反在这 整体而已的话 中程这两个 输出不算太强 那么这里啊 这个现在蔡夫人这里的话 应该来说 整个的剧本 已经写好完毕了 我们这里 有粘弩在这 只要等到蔡夫人 这个回合 哎呀 可惜 有勒了 如果没有这个勒 我们直接 线图粘弩给出去 那么无限 保住了乐 那么我们直接 线图送炉 那么给我炉起来 而且加上了 刚才流血 啊 贾皇帝的一个 大密罩 那这样之后的话 有一个强过排量 那么 整体而言 啊 最后杀不够 再加上狗狗的一刀 补下去 一刀补下去 直接 信 金香酒郡 啊 左大爷 给我挂兵 和饭您好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一个线图 配合他的一个 整体而言的话 是一个 三个人的配合 流血给牌 我们线图 蔡夫人自身的话 刚才如果有窃听的话 还可以摸牌 是吧 那么 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蔡夫人手上 也没有杀了 但是还有一个难蛮 这个难蛮的话 要送出去 可能也不太容易啊 因为毕竟送出去 主攻还有一手牌 那还有一杀 也搞不死 但是至少可以 估计可以让狗狗卖一张啊 就这样 那么第三局的话 整体而言 我们张大帅哥 跟蔡夫人一个小配合 再加上天命啊 密罩送的牌 好 那继续看 继续看的话 这一局的话 主攻 劈哨 劈哨在这个地方 我们三号位大嘴 选了一个啊 反贼选了一个大嘴 那么这个剧本 已经备好了 那一般情况下 就是我们放出去啊 主攻 无脑翻面啊 无脑给我们翻面 那么手开 全都去死吧 那么可惜啊 这个地方雷击啊 他没有闪 这就直接我们来 那么主攻啊 已经开始了 循环往复啊 弓箭手 准备犯击 那么这样的话 应该来说啊 继续翻了 就看他这一下 有没有继续翻 如果他有这个胆量继续翻 那我们就是啊 全音下去 挨个死啊 挨个死 而且手上这个牌量 够够的 够够的 这样你即使刚才那边 曹批啊 直接出闪 但是我们再出一次啊 再出一次啊 就看你怎么打 那么主攻啊 这个就憋不住了 直接继续啊 翻我们 那你这样翻我们 其实没必要 你看厂商的匠面情况都残了 这种残局的情况下 如果还有忠诚的话 那肯定对你是最有利的 忠诚收局啊 你这个这样凶残的方式嘴 那么最后啊 由于我们已经收了人头 你再翻别人已经无可奈何了 那么至少还有两波啊 两波 那么说不定还能再打了一反的话呢 就更加赚 那么这里啊 周泰直接是跳中的啊 那么华佗也是跳中的 机会是一个内戒 谢谢 拜拜 See you啦啦 所以这里的话正常 主攻曹批 二号位三号位的大嘴啊 如果主攻啊 敢骚 敢浪 那么大嘴啊 都是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分分钟解决 好 那么我们看完了这些常见的状态啊 那么看一下这一局啊 利用这个 一个奇葩的东西啊 贴命 贴命 那么我们这边二号位反贼 选一个局长的话 应该来说啊 稳稳的 妥妥的 贴着你主攻 你有加一码如何 一张黑姨妈贴在你胸啊 那么郭家的话刚才是想拆主攻 但是他这个拆的话 有一点点的那个啊 感觉像是偏中一点啊 那我们就不管 反正这边的话再看 那么这边的话已经是两钟跳出来 就看赵云跟郭家的身份啊 那么我们手上趁两AOE啊 选择了放一波 但是这个南蛮能不能再放的话 可能还要考虑一下 这个南蛮可以 可能不放了 因为诸葛那边 如果本来考虑他有八卦 可以挡 这边都有八卦 小小可以弹 所以刚才那个万剑 放出去 问题应该不算特别大啊 那么保一个南蛮的话还行 那么现在的话 反贼的匠面啊 其实匠面可能稍微有点弱啊 那我们这里两个南蛮在手 这肯定不能放啊 一放郭家卖鞋 然后诸葛在那边又掉起 虽然人都说了 但是郭家一卖鞋给主攻的话 这个爆发力可能还就比较强了 但是这里郭家直接弩刀啊 把那边带走 那么现在主攻已经被我们饿的不行了 直接饿死饿残 那么现在赵元挂了闪电 这个闪电的话 就是在反贼 现在已经属于劣势的情况下 那么依靠这个闪电啊 可能有一些优势 那么我们这个铁锁没有搞出来的话 应该有一点遗憾啊 这个地方铁锁你可以锁一个路绳跟扎拳 这样的话闪电走起来之后 劈到路绳的话 那主攻直接也带劈啊 那么我们又缺黑牌了 现在还被郭家小家家那边操的不行了 那么两个闪电走起来了 这样的话就看能劈谁啊 那么我们砍一下小桥 弹一个直接再冰凉啊 那么这个闪电的话 两个闪电啊 希望能劈劈忠诚啊 这样比较好 结果反贼被劈了一个 唉那这样的话 反正已经完全处于劣势状态 未营一个火攻 那我们这个桃子可以不救了 毕竟那边还有酒 那么桃子可以留着 有灌石啊 刚才说错了 不是酒 结果刚想说桃子留着 我们自己保命啊 孙权的手够骚啊 直接给顺走 那么路年青 直接一个桃救出来 那么内尖一跳 闪电走起 铁锁在这 那么小桥注意啊 这个地方应该来说是绳锁啊 绳锁 他锁上自己的地方 只要披上别人 那么小桥再加上天香 可以弹主攻 那就比较赚了 当然这只是剧本 只是剧本 那么剧本该来的时候就到了啊 直接小桥一弹三桃 你就怎么救 没法救啊 所以未营你只要被批中 那主攻这个地方 配合一个小天香啊 六血没法救啊 直接挂逼 那么呢 看一下这一局的话 主攻侧侧啊 小霸王 我们这边的话 是踢主的 借二哥啊 二哥在这地方的话 直接拼点啊 可以克主攻 红杀都不怕 那么一决必中 那就挡了一下 掉你一血啊 直接啊 跳个反 那么你守反必跳 这肯定的 当然这第一回合 没能瞄准 这是 一回事 那么后面这边 国泰啊 紧接着跳反 狗祸在这个地方的话 又跳反了 贝勒 没办法 那么现在的话 应该是 主中跟反贼啊 二分天下 这种局面的话 而且啊 大家注意一下 二张贴主 那么现在已经被打到凉血 那么直接一刀 送绝洗就可以了 再装上一个加一啊 想护主攻 但是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我们直接啊 最后这里的话 一个K拼出去 杀一刀 当然我们这个过拆 你想拆桃子 也没有那么容易啊 那么最后 直接用技能瞄主啊 主攻你有善 又如何啊 一决二哥让你闷骚致死 所以这里二哥的话 应该是第二轮啊 直接一个技能啊 不能算瞄主了 但是还是比较霸气啊 那么再看一下一个半瞄主状态啊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T主选了一个夏侯爸爸啊 那么夏侯爸爸这边的话 暴毙啊 主攻你敢打我 那我就敢打死你 那么我们起手黏土在手 那么开南门 我们掉起啊 这个毕竟啊 拿个挑衅的技能心啊 那么 主攻此时非常的凶残啊 非常凶残 那么乐不粗鼠的话 我们直接啊 无懈掉 那么主攻又无懈 三杀在手 直接搞智啊 直接搞智 那么结果这里的话 有了个独裁的忠诚 这就太坑爹了 那么我们最后挑一个 那么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回合啊 直接把主攻打到零牌 两血的状态 后面反正只要进行击火的话 应该来说啊 主攻分分钟又是跪逼啊 跪逼 那么小胖在这个地方开南门 我们被救起啊 他这个南门的话 应该来说 又开了一个南门 那直接把主攻给搞死了 那你这个忠诚冒险太高啊 自己没逃 然后还有这么大的胆量啊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好 那么秒主的环节的话 最后一场看一下 主攻老教主啊 那么老教主在那个地方 反正就是嘎嘣碎啊 那么我们这里注意一下 选将的话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克教主的 你归顺于我一个望尊 让你啊 直接献你手牌上线 那么在你这种 呃 呃 手牌量比较少的情况下 那你肯定是要挨刀子 那么女步在这个地方 他可以 本可以直接杀主攻 配合一个雷击 然后他挂上了青钢剑啊 那只能看我们来注意一下 大呃 标报数大爷的技能啊 那有望尊跟同级 同级的话 那你不得不看我们 所以你这个刀的话 装的是太坑爹了 那么现在的话注意一下 那么反贼直接把主攻 叫主标了一些 那么下一回合继续望尊的话 那主攻只能光着屁股走天下 那分分钟又是菊花残 那么四反的话 火力已经非常凶猛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轮的望尊啊 主攻直接啊 可以白白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雷击连个黑桃都没有 那这教主的话 应该来说相当之废了 那么我们 望尊啊 依靠望尊 拔菊花 那最后来一刀九杀啊 最后来一刀九杀 这个地方我们再进行了一次刷牌啊 九杀直接还没带走 还没带走啊 这个我们的MVP就这样丢掉了 那最后的话 应该来说流血这个地方 还可以拼点啊 直接把他带走 再带不走 那边还有狗狗拼点啊 那么这里打了一个保守的啊 直接没有送主攻手牌啊 那么现在的话 最后啊 忠诚自己撕了 自己撕了 实在看不下去了 主攻太惨了 万万没想到啊 万万没想到 还是非常有节气的 气节啊 好 苗主场的话 基本的话都结束了啊 那么主要的话 还是第一局啊 还是非常好评的 后几局的话 搜搜 那么来看一下苗反 那么苗反这一局的话 是一个 先不说啊 大家待会自己看 主攻 左辞 那么我们二号位 选了一个书大爷 书大爷的话 那么一般的话 这个过拍能力啊 输出啊 都没得说啊 那么无中开出来 铁锁亮出去 火宫亮出去 那么这里注意一下 二张是克我们的 但是注意啊 左辞那边有洛英神机啊 那我们直接弃四张神牌 直接啊 主攻拿去 二张干瞪眼啊 没办法 那么 那么 祝容要把香香搞死 那我们只能救起来 救起来 反正这后面 如果救不起来 桃子还得气了 二张又拿起来 所以这比较坑 那么董太师在这个地方 也不砍祝容啊 那应该也是反 那么赵元这里的话 这样气牌 那也就直接跳反了 那么我们这里 虽然刚才机制了一下啊 过差啊 杀啊都送给了左大爷 但是 左大爷被乐了 又还都回到了二张的手里 这样的话 香香再救一下 就看这个冰凉寸段 能不能开起来 结果还是 过了 能过了 那么 现在的话 一个决斗 直接带走了 那我们这里 再救也没有意义了 还是浪费桃子 那么二张啊 空挂黏奴 空有黏奴 然后他又不敢挂啊 生怕还有一个 毕竟还有一个内奸在场上 他要去搞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了 那么翻面我们 那么主攻 又继续被翻 现在整体而言的话 应该是反贼的天下 那么这一局的话 应该来说 到这个地步啊 主攻应该来说 没有什么戏了 我们这边 而且被二张反反 强灭了克制住 我们就相当于 只是一个半个反贼啊 只是半个忠诚 那么最后 桃子必须磕掉 不能送给 皮少 那么这里的话 又被敲牌 又被顺手 那么高潮来了 高潮来了 高潮来了 裤装 抛乱击 那么现在这样的话 就这一把 应该来说 直接是可以 秒反 秒内啊 通通都得死啊 通通都得死啊 那么 十一张牌 只要能倒一个反贼的话 那就能挨个倒 皮少的话 就全都去死吧 那么这里的话 应该来说 是一个 洛英跟乱击的 一个强力的 技能配合 依靠洛英的 减牌 垃圾王 最后再来个 乱击啊 变废为宝啊 每一张牌 都有用 那你祝容也得死啊 你懂着 即使八招手牌 然后七起的话 你就是分分钟 可以搞定的 就给你 多吃几张酒 最后的话 状态 肯定不如左大爷 那么现在 左大爷的话 最后就把 董太师啊 卤刀单挑 那两个人 分分钟就慢慢挨 那么 左大爷这边的话 继续A啊 反正有废牌 就可以A出来 那么你董太师 没逃 只能就 残血 过日子啊 酒的话 最后一血 才能用 那么这里的话 单挑 我们可以快进啊 直接 过了 九杀啊 结果 那左大爷 怎能没有闪 是吧 刚才都扔闪的 所以不怕 你这九杀 有的是闪 再来一虎 好 最后一下 顺手 好 最后也是举手投降了 难堪其辱啊 难堪其辱啊 难堪其辱 所以这一局的话 左大爷啊 从头至尾啊 就是起手的两个化身 洛英跟乱姬的一个强力配合 直接把 打出了一穿四的效果 所以还是非常赞的 那么看完了 左大爷的化身乱姬呢 我们看一下 实打实的啊 这个 实打实的啊 又有大嘴了 那么这个已经 报过警啊 后面就直接 看 那么大嘴 无论在军真 还是在国战 那都是啊 脚屎棍啊 只要有大嘴在 大家就休想啊 过的安生日子 那么大嘴的话 全都去死啊 弓箭手准备犯计 犯计啊 又开始犯剑了 那么不停的犯剑之后的话 这边还有一个 暴虐的小配合在啊 那么直接主攻就 你不管啊 怎么受伤 那都能给你啊 暴虐回血回起来啊 那整体从降面上讲的话 应该说大嘴的话 也是比较偏忠诚的 因为有暴虐在啊 那么这一局的话 完全没有什么 补牌流配合啊 主要是我们这边的话 开了一个万剑啊 打了一个小基础 然后他那边的话 只要有 只要反这一个倒 那就挨个倒 那就挨个倒 所以这一局啊 是正宗的大嘴生涯 大嘴生涯 那么看完大嘴 看个小女人啊 看个小女人 这边的话 我们是一个 四号位的啊 李如啊 独厕士 是吧 昆姐说的 台笑有李如啊 往来 无白丁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二号为春歌 直接跳反 华佗的话 紧接着再跳反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把 老头这边给搞掉 无邪可击 先八张牌啊 先八张牌 八掉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杀一刀 然后 开一个 其实可以先火龙一下 花佗 火龙一下花佗 那么直接开了一个 大坟尘啊 坟尘的话 这里的话 你花佗怎么都得掉血啊 你这样急救的话 我们最后还有个南蛮 肯定还要再开啊 肯定还要再开 那么南蛮开出去 南蛮开出去 来 掉血啊 掉血 那么这里啊 你救起来 我们还有个决策 死 休想逃过我的手掌心 死 那么兆元在这里 打法的话 大家注意看一下 他也没有搞貂蝉 而是直接搞下架 那这难道是反贼吗 是吧 那么心采这个地方 暴力输出流 一个决斗带走老头 那么 然后 开出一个万劲 又是加杀的 最后该收的人头 都得收 赵云直接挂逼 挂完逼之后 又是貂蝉 貂蝉完 连弩挂齐啊 这分分钟 全部搞掉 全部搞掉 那么这个 连弩配上 心采的这个 远距离输出啊 是直接把反贼 取人争吵 于千里之外 那挨个倒啊 所以这里的话 比如打一个基础 心采直接 一波带走啊 那么这种花哨的武将 能带来强受益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普通的啊 老诸葛在这边啊 怎样打 怎样打 其实有的时候 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毕竟现在这个武将 五花帮门 你老诸葛想要发挥 有的时候啊 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这里啊 太师不仅啊 十四个信念 每人来乡一个 结果 弄来人 直接是掉了两血啊 那也是非常的伤啊 九大伤身啊 得之坦然 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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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人争决得 生无不可 那么这里的话 是跳了一个忠诚 生生不息 源源不绝 那么我们这里 关心有年弩 有过差 那肯定可以拿的 主要年弩 你放在里点旁边的话 由于啊 这个匠面已经明朗了 刚才明朗了 所以这边的话 里点肯定是反贼 但是我们这个排序啊 要提醒一下大家 这里排序问题 还是不小的 你既然要打里点的话 你肯定要骗牌 首先是一个决斗 先骗一张牌 是吧 你决斗能刚入他的话 那就骗一张牌 年弩肯定也不先挂 然后先杀 杀完一刀之后 再挂年弩 所以这里的话 你点的旺系没有骗脑牌 这个就有点打法上 有待改进 那么这里 刁成的这个调戏 已经看出来了 应该有点偏内了 你反贼的话 肯定是调戏啊 忠诚的话 肯定调戏两个明反的 那么我们这里 两个无中在手 然后南蛮还有 接着又刷出了各种杀 怎么来讲 里点花式死亡 那么南蛮开出去 你里点不死 陆神死啊 陆美人 那么紧接着出杀 那我们接着一刀 斩啊 一刀斩 斩里点 就看后面的牌 那么有了无中开出来 过河拆桥 搞张辽 那么一个九杀 直接拼命啊 直接拼命 此时不拼 更待合适是吧 那么利用了这个铁锁 再铁锁 那么这样两刀雷杀 张辽的话也可以挂了 张辽这样也挂了 那么有没有简易 结果没有简易的话 那就只能起牌过了 那么我们这里依靠了 骑手的一刀 关心的一张练武啊 还是打出了一穿三的效果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赞的 这个地方就是利用了 你这个关心啊 看牌队的优势 所以两个无中开出 南蛮和鸟杀 那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最后现在的话 那就是可以慢慢打啊 那貂蝉跳内直接可以搞死 那他这个内剑跳的也不是彻底 你直接调戏主攻嘛 让主攻弃牌不就好了 这还是让我们调戏 那我们这里有扇子 老大爷啊 刚想说一刀可以把他搞死 结果他就逃回血了 那么现在的话 感觉要把貂蝉搞死比较好啊 那么这么多四张牌 你要杀都没有 那么保证空城 谁有权力 谁当生死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万剑一开 他把八卦 八卦也没了 那我们直接顺手 那么决斗掉啊 决斗掉 火攻带走 直接带走了 那这样的话 二条一 你左大爷啊 玩伤啊 再怎么想玩 都玩不动了 直接就伤 所以这把的话 老诸葛老牌武将 还是青春再次换发 是吧 重振雄风 月银要受不了了 好 那么看完了老诸葛的发挥 我们再看一把 主攻 国泰 那我们这边三号位 选一个年轻啊 这个小诺美人 诺美人在这边的话 应该来说 就看怎么打了 那么这个手牌 两个闪电在手 非常的费 那么活泰 这手牌的话 基本啊 就是没什么希望了 分分钟就可以挂掉的节奏 那么这里啊 铁锁换出去 那么闪电挂席 再拆一刀 那么这么多无懈可计啊 雕虫小技 你的寂寞被我看穿了 那么一个猜一猜看呢 这个红桃桃的话就好评了 大家就纷纷的给我掉鞋 那么这边忠诺美人 那么这边忠诚已经被打得很惨 二张的话呢 就 应该来说要找二张为突破口 那么就希望这个闪电走起来之后 有点发挥 杀一刀 那么这边啊 可惜没局 那只能吃我一击 短 短 那么短完之后的话 这边甘露火攻 骚起来啊 骚起来 那么这个骚起来又被救 那么送桃啊 这个地方肯定不吃 这个地方你不死 结果还有一桃啊 那么我们开出了南蛮 南蛮肯定是凭一下大家的血信 那么反正你树大也肯定也扛不住 那么国泰的话 你两张手牌肯定可以保自己啊 那么无血放的稍微有点早啊 反正死不了 你无血肯定要留着啊 那么二张继续在这边 杀一刀点尾 那么主攻这个桃还救起来了 那么仁德给主攻恢复一下 能服于人肉 那么左次这样给牌的话 应该来说应该是明中无物了 那么点尾 内阶直接这样跳 看到菊花就激动 这是击不择菊啊 击不择菊 那么你作为内阶 你也不能这样牺牲自己啊 让你跳不能 不是说牺牲自己这么晚 是吧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反贼由于全是一血了 那主攻这个南蛮就是神南蛮了 该结束的都得结束了 那么神A啊 这个就是残局的时候 一定要有信仰 该来啥就能来啥 一个南蛮全都带走 一穿五 而且啊 这里南蛮的话是保了 左大爷 你要是刚才啊 就打左次一血的话 那主攻这个南蛮啊 说不定还有点 要考虑考虑了 值不值得啊 当然前面三反先倒 最后再倒的话 他肯定是值得的 直接放光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局主攻啊 曹老板 曹老板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决斗在手 菊花也有 那么这个骑手手牌 过拆的话不动啊 先缩一轮 老诸葛跳了一个忠诚 老头打老头 两眼泪汪汪 二张桃子柯起 装上八卦 又是搞诸葛 诸葛决斗又被搞 那么再次决斗 那你这个没法空城就 那这个你没有空城的话 就怪不得谁了 留一张武器 你这肯定是武器该用掉的 那么现在这个匠面的话 应该来说四打三 四打三 那么内奸肯定是要跳中 那么反贼的话 你还不太好打 有华佗在 是吧 有华佗在的话 那肯定 你要么就是同时 既圈其他反贼 要么就是把华佗这边控光 否则的话 这个应该是来说难打 那么这里谁敢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直接拼到一起 但是最后没子弹了 这也就这样吧 那么王毅动一动 杀一杀 那么华佗应该可以救了 那么这里注意一下 华佗就剩一张手牌 到了我们这里 有决斗 那么过河拆桥 肯定拆他手牌 那么然后决斗送出去 这个过拆先骗无限 决斗再收人头 你人头不死 我们难免还可以继续掳出来 那么菊花在手 又来了神差 那么都不用冒八卦的风险 那么直接把你华佗搞成 这个一血了 菊花大开 菊花大开 然后万剑再开出来的话 又是崩走华佗 那么这里由于收了一桃 我们这个南蛮肯定可以继续放 那么我们这里是卡壳了 应该是卡掉了 这个桃子的话 南蛮肯定放出去 桃子救起来 双头的 但是双头这个地方 直接搞了王爷 搞了王爷 那我们默认他是跳内的 那么马超 那么借刀上人 我们本来想的 这内奸的话 那我们肯定要借刀杀一杀 结果这是出了一个中 中出了叛徒 中出了叛徒 那么现在这个降面的话 对我们而言也不算太好打 我们只是刚才打了个一圈塞 还算不错 但是后面由于这个地方 双头误导了我们 所以我们这个就没办法了 王爷借刀杀了我们 我们肯定杀一刀补嘛 那么现在的话 当然有的时候把这个问题 想的太简单 结果就导致了这样 其实保险一点 实在拿不准 刚才那个刀可以给王爷 没必要那么冒险 是吧 可以给王爷 然后后面再去杀马超就行了 不管哪一双头 双头反而已经没什么发挥 那么现在刚才的话 现在闪电走起来 那就依靠这个闪电 来发发威风啊 发发威风 那么南蛮搞起来 我们肯定收下来 继续杀我们 我们的话寒天被敲了 南蛮又被拿走 那么神铁锁 看看这铁锁的效果 那么所以啊 这个有的时候 求人求不动的时候 那只能求天 那么现在马超有这个藤甲在 我们这个没有属性杀的话 应该来说 而且群真突击 有9啊 但有的时候都扛不住 只能扛一下 火弓烧起来 结果这里出了个9 那么继续 杖八气闪 那么这里9没了 再杀一刀 9杀 哎呀幸亏啊 关键时候发型没暖 保住了自己啊 那现在的话 又来一个火弓啊 直接搞死 所以这把后期的话 怨气非常好了 前期的话 应该是还是一个 注意一下缩牌的效应啊 你缩牌 缩决斗 缩过拆 那最后才能打出啊 决斗收人头 带起来 他们联崩 决斗 收了人头之后 有过拆 那就是直接送菊花 菊花又有铁锁 那带穿两个 带穿两个之后 AOE各种神A 可惜刚才那个地方离心了 是吧 如果不离心的话 应该效果更加 最后依靠铁锁又是闪电 这样晚颓势啊 晚颓势 你王毅想制衡主公吗 直接一个闪电带走你啊 那也把反贼带炮 然后最后关键一个九杀铁器 还躲过去了 那这个运气也是非常的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操老板啊 是主公 那么我们这一局是 孙奔 小霸王 有攻有兽 有攻有防 是吧 我们都说的 这个一般 前期安静的做个美丽的小兽 后期的话就是 该爆发就爆发 争取啊 求觉醒 猥琐求觉醒 要的就是高风险 高收益 那么这里手反一跳啊 小旋风 那这里的话又是 明反跳反啊 那么一般的话 小白板的话 对于场上啊 最怕的就是这种空牌流啊 张鹅啊 大师啊 小偷啊 流风啊 这些 这比较坑爹的啊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这是跳一个忠臣 又跳一个忠臣 拳套一射 拳套一射 买一夫妻的日军金 九杀一个 那你不想的话 那就不可能了 那么再一个冰娘 左大爷已经被光局荒了 那么这个地方基本是每个人都要被光了 被狂了 那么冰娘那边冰的啊 也直接送到左大爷头上啊 这非常的六 非常六 怒神挂了一个 哎呀 最后一套啊 然后也被可怜的扒掉了 那么现在这个匠面 安营的话 准装方面太弱了 反贼这边的话 主要是控牌 控的太死了 张盒每回合 偷两张 那边不连尸的话也可以卤牌 所以这里的话 基本啊 如果光从技能和降面的话 应该来说 主中方面没有一点点优势啊 那么这边你看 闪电还挪走 降低他们风险啊 降低他们先暂时降低一些风险 那么左大爷可能都要被搞死了啊 我们这边两闪被分配出去 那么杀一刀 那么这里 树大爷打的很保守 南蛮都没有 开出去 那么可能是怕路神那边的话 有桃 那么有桃就有桃啊 那么这会儿就是依靠这个神铁锁 加神闪电 你张盒再挪都挡不住 这一下是吧 那么有的时候啊 那种烈射的时候你只能依靠这种天命啊 闪电的优势 才能打穿 那么最后虽然拆的时候保住桃 但是张盒那边他偷的时候 再也没法保住啊 那么路神这里想要菊花抱了树大爷 结果陈宇啊 这里直接跳内 这样的话是死杀无效 保住了树大爷 最后左大爷肯定要罢了 那么陈宇想控场啊 毕竟反对都才写的 但是这个控场的话 难解吧 那么继续啊 挪牌挪牌的话给灵桶 灵桶的话那边啊 张盒他下回合 如果再选择挪牌的话 那又是一轮配合 搞起来小旋风 那么你这个杀没办法了 拼点 都拼掉 这样神装一张牌的话 应该还算比较不错 这样还没轮到那边啊 搞牌 直接小旋风又发挥起来 那么这里红杀先刷一刀 然后万剑开出去 这个万剑开出去啊 陈宇死时此刻就再次跳到我们这边了 一个伏兵亮出 逃无效 那这样就保证了我们的效率 然后又来了决斗 决斗之后有年五是吧 各种该死的都得死啊 那么这里他杀无效 我们再拆 然后还有铁锁啊 那么普杀杀出去啊 普杀杀出去 那么主要我们手里还有红杀 所以就不怕他那个这个我们用火杀啊 这个是吸羊出去啊 但是这里完全可以这个 所以这里分分钟啊 全是用雷杀在先 因为毕竟没有那个简易码 所以打不到不连尸啊 如果你开始的话 想的就是他一血的时候不用属性杀 那可能到时候不连尸就卡在那了 而且有八卦 那就不是那么好打了 可能还要再拖一点时间 所以最后都是用火性杀 那属性杀直接上 所以不要说小霸王大白白 这不就是一穿多吗 一穿多吗 直接一穿五的效果 所以小霸王刷粘弩啊 然后只要说人头 这还有决斗 激阳寸断 激阳寸断 好 那么刚才这一盘的话是 那个闪电啊 小助攻啊 小助攻让内剑都失了分寸 一下赶紧挑了一下反贼 那么这一把的话 看一下真正的闪电啊 是如何发作的 那么这一把的话 我们八号位的忠诚 真机 诸葛顺啊顺啊顺 来再拆一个黏弩挂旗 没得动了 没得动了 那么这个黏弩 给张和也没什么暖用啊 我们这边真机的话又不怕砍 所以这里的话 那么一个顺手先顺冰娘啊顺冰娘 那么两边啊都顺不到 都顺不到 那么只能开一个南蛮啊 这里的排序啊 稍微有点问题了 应该先开南蛮这样比较好啊 这个骗一骗无懈之后 再拿两个顺手 是吧 这个还是老早之前啊 所以当当时的出牌排序啊 是我一级 还是问题不小的 这是挖坑局啊 那么老姨妈 修要在绝境中 我所能 晚今夜天下 以天下大事 那么这里的话 应该来说 两边 还好啊 都不算 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 那么张和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是唯一的 压制 主中方面的 毕竟就跟上一把一样 因为张和在的话 就是各种偷牌 那你想 保陶保队友 保队友啊 都保不到 你想留酒保自己 那也保不到 那么这里 有弩 弹起啊 弹起 结果有八卦呢 继续看了 那么 姨妈的话 这样就直接死了 结果 主攻这里 默默掏出 两把桃 硬生生的 把大姨妈给拉了回来 那么我们这里啊 排备空的很死 最后一个决斗 再空一些 这个已经是强弩之木啊 没有办法打 最后这里四年贴锁 就靠这闪电 是吧 就靠这闪电 那么这闪电能走起来之后 主要 他们如果拆不掉 那就依靠老诸葛这一下 只能依靠老诸葛这一下 那么这边要炸一炸 炸一炸 那么老诸葛再开始 啊 管今夜天象 知天下大事 我看看 看底库 是吧 这边还拆一刀 再补一刀 打闪电 四年 全中 全贵了 那么这个全贵的话 应该来说 这样贵了之后 内奸应该已经没有优势了 最后我们就 那么看这个样子的话 感觉大姨妈也不像是内奸啊 那可能是诸葛啊 这个地方就送了一个顺水人情 是吧 那我们就看到最后啊 这么客气 这么友善的内奸啊 当然啊 我要是反对我肯定很喷他的 你这个你作为内奸 你不可能这么打 那么这最后老诸葛是个内奸啊 那我们就最后主攻的那单挑的话 应该来说优势还是算有的 毕竟无血 无血将然后买装备 我们最后这边的话 是当时送了他一个单挑分 最后我们把自己带走 这样的话送到一个单挑分 那么这个地方啊 那我们就不考虑内奸啊 这个打法对不对 主要看这个闪电啊 漂亮 漂亮 好那么进入最后两局 铁锁啊 铁锁 锁锁连环 那么主攻新教主 那不管说啊 新教主老教主 都是那个嘎嘣脆 反正都不管你是鸡肉味 番茄味 那都是嘎嘣脆 那么国泰挂闪电啊 就直接跳钟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南蛮开出去啊 南蛮开了一下 这个南蛮开的不是特别好吧 你作为反贼开南蛮的话 这里没不是特别有利 大家注意一下 教主这个地方挂了一个藤甲 这里就是萤火烧身了 所以你教主打的也有问题了 而且装上加一 那忠诚谁他们砍你 把自断后路 那么 副军您要替我做主啊 那直接我们又被搞到一血 就血线啪啪奔了 那么这里的话 匠面应该已经全名了 那么从匠面上讲的话 应该来说 主攻啊 这边本可以 你说貂蝉这边啊 本可以打配合 结果他这个 又有吞甲又有加一 就你坑的就是忠诚 那么 这边四年铁锁 由于啊 张宝这边咒妇啊 给了一张判你买酒 那到时候啊 这张啊 是从咒妇先判 最后教主改派 所以只要教主存一张 非闪电牌 那就可以啊 保命啊 就可以保命 而且这个闪电啊 可以把这边的二张啊 张宝 张大爷啊 给劈死 这边咒妇直接挂逼啊 那么教主刚才你气的牌 大家注意一下 看教主刚才气了 有一个草花沙 他直接气掉 直接气掉 那最后张宝的一个 咒妇 直接把这边啊 通通带走 通通带走 关键是 忠诚死不死 无所谓 教主直接挂逼 那么直接把这个咒妇 给忽略了 那你不死 谁死 是吗 所以这里的铁锁 加闪电 就 你教主打得太烂了 打得太烂 好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 反正还是铁锁闪电吧 那么 上来装上一个扇子 那么加一锦衣呢 都留着 这还有点用 给我们一张红杀 但是这个地方红杀的话 你说法阵怎么想呢 有可能是忠诚啊 那给一张红杀 我们可以进啊 他拿一张 但是也有可能是反贼 是吧 所以也难讲 先卸了武器 那么这里扶完 开一个南蛮 这个南蛮开的 都是打着什么鬼啊 打着什么鬼 我再看得懂 那么曹洪顺 独菜的八卦 反贼 那我们杀一刀呗 杀一刀 那法阵刚才这样 给牌的话 感觉还是有点偏 这个忠诚的 所以再看一看 法阵又去乐心才 这样直接心才被搞死了 闷搜死了 这一局的话 应该来说 打的不算特别明朗 这边应该是明反无误了 这又明反无误了 法阵这边的话 应该感觉可能偏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 这个是跳内 这偏反 跳反啊 那么这样的话 整体而言就 又不太好打了 那么依靠这个闪电的优势啊 又打出了六斜 小优势 那么最后再慢慢看啊 那么前期啊 这个打的太乱了 同归于尽吧 那我们救一个吧 救一个 结果啊 裤裆掏掳掳 顾忌重施 那么裤裆掳掳掳 那我们也没逃了 这想救 没法救 最后这两把年弩 都在服官手里 这个决斗直接收尸 那么万箭开出去 最后再九杀一个 九杀一个 那么角度动小霸王 孙伯虎 再次铁锁 再次铁锁 炸吧 再炸一道 结果又被拆了 那么现在啊 这个已经是捆绑play 四人组 是吧 该SM的就SM捆绑起来 我们杀一刀 然后激扬一个 卖个牌 那么现在整体啊 应该这局啊 还算比较好打 这曹红肯定去帮我们打 打一下反贼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这个啊 给你拆 拆上最后再 帮你一刀啊 那么现在卖一卖啊 这个无蟹啊 打一打配合 那我们最后火攻要带你走啊 结果没有红桃 直接杀死 杀死南蛮开出去 保一把刀啊 毕竟有加一马在 那么最后冰凉寸断 那么最后这样单挑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一局的话 主要还是刚才的一个铁锁小发挥吧 直接把那边击穿啊 虽然前期的话 忠诚啊 打得有点残 而且内剑啊 在那边直接跳得非常厉害 第一回合就是顺独菜的八卦 当然了你独菜也有点坑内啊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一局基本结束 最后一刹 一击必中 一击必中 好吧 今天的话 这 尊贞娱乐的话 基本就到这里啊 嗯 主要的话 还是苗主里面的话 流程啊 然后苗反里面 左思内角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老祝福啊 都小白白还可以啊 最后给了一系列闪电啊 大家娱乐娱乐 最后谢谢大家 周末娱乐 周末娱乐 好再见